哈喽老铁们大家好 今天给东家修一条到他家鱼塘去的路 本来我还在上个东家别人家里面修路 活还没有干完 这个东家过来找到我 跟我说叫我去给他修一条路 他的样子还比较着急 说不能等 然后我就问他需要做多久的时间 他说最起码也需要大半天 没办法他比较着急 然后我这里的活也没有干完 我就跟这个东家商量了一下 我说让我出去干半天的活 回来接着给你干 虽然明显感觉他有一点不愿意 但他还是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再然后我就屁颠屁颠的把挖机拉了过来 今天修的这条路比较偏僻 我得到的信息就是 东家说他家鱼塘就在这笼竹子前面 叫我顺着水泥路下面修过去就可以了 整条路大概也就20米左右长 但是这条路起点的位置 田方比较大 硬是从旁边的空地挖出来了一个大坑 取出来的土就往这前面转 连续的转了两三趟过后 才勉强的把路形和宽度给他修了出来 继续往后面修 这里有一笼竹子 左手边这笼竹子也是别人家里面的 也不敢挖 右手边的山坎也不能挖太多 害怕水泥路会垮下来 简单的修平过后 刚好有挖机这么宽 我们就继续往后面修路 像修这种地势比较平的路 基本上剪平就可以一次性到位 首先挖机往前面开 就要把自己脚下站平 然后再把艾斯的树枝和杂草 给它清理到一边 现在路已经修到了鱼塘边上 可是路的表面还比较粗糙不平 有很多牙齿印 边上填起来的地方也比较松软 尽管我边上每天一层都有用履带去碾压 但是最终表面还是看起来边上比较低 所以我就用扫平的方式 把里面多多图就扫到边上 高的地方填到矮的地方 让它们相互扯平 时不时的在用挖斗 把边上给它拍一拍 这样扫平过后 再用履带来回的给它碾压 最终效果也是很明显 看起来非常的结实平整 原来东家之所以会修这么一条路 是看到我们施工队 在他们村里面打混泥土路 他也是想得非常简单 以为把这个毛路修好过后 我们就会过来给它倒上水泥 我知道了情况过后 我就跟他说没那么简单 你这个路修好过后 人家施工队也不一定会给你倒混泥土 打混泥土路是有了指标过后 村里面往上报 接着才有施工单位下来打混泥土路 像我们在农村到的每一条水泥路 都是有上面的人下来确定过后 才会陆陆续续开工到水泥路 今天干的这个活 我也是跟他谈的一个起步驾 像把这条路修好过后 旁边的空地 我就可以随便的整平就行了 但是我看到这里路非常的窄 车子来了也不好掉头 所以我就跟东家商量了一下 把这块空地给它修宽一点 以后车子方便掉头 尽管是做一个起步驾 钱虽然不多 但是像我们开挖机的 遇到修路的时候 旁边可以修宽一点 我们都会尽最大的能力 把它修宽过后 以后车子也方便掉头 错车都是非常方便的 路我反正是修好了 旁边的掉头的场地也修好了 接下来我就看这位东家 有没有这个实力 去找关系 有没有这个实力 把这两块地方给他倒上混泥土 总共半天的活 却干了六个多小时 今天的起步驾 又是小亏200 真心的希望 各位老铁点个赞 加个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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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